在娱乐圈中,不乏有很多老戏鼓的存在,尤其是在香港的娱乐圈中,香港的电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,在一些经典的电影中,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演技精湛的老戏鼓,比如刘青云,古天乐等等,他们在表演方面都给人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而且只要是有这些老戏鼓存在的电影,基本上口碑和评价都是很好的,在90年代,香港电影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,每个演员在电影中都有非常好的表现,他们的演技也非常能够感染到观众,所以才被称之为经典,相信也是无人取代和超越的。 在当年的电影市场中,很多演员都有着很丰富的经历,几乎在任何一部电影中,也都能看到一些大牌演员的身影,比如刘青云和古天乐一定有过合作,张家辉和谢霆锋也会有合作,刘青云和刘德华也曾经合作了非常好看的《暗战》。 但是让很多观众都很奇怪的是,周润发和成龙这两位大佬却从来都没有合作过,周润发和成龙都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中的两位大佬,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,知名度和人气也都是一样的高。 而且也给观众们呈现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,但是依然有很多观众想看到他们共同出演一部作品。 他们曾经也商量过这件事,因为成龙对周润发一直都是很欣赏的,其实他们这两位强者一直都是互相信赏的态度,曾经也想过一起合作,但是他们两个人对表演却有不一样的想法,大家都知道,在一起擦出火花的时候,两个人内心的大方向最起码是得一致的。 但是他们却商量了很久,想法始终都不一致,于是干脆不合作。 毕竟目的还是希望能给观众呈现出一个好的作品。 而成龙对于周润发一直都是非常尊重的,曾经也邀请过好几次周润发希望能一起合作,但是周润发在看过剧本之后,都选择了不合作。 毕竟他们两个人的戏录也都不一样。 正是因为这样,周润发也终生不与成龙合作。 在成龙知道周润发的想法后,对他十分敬佩,后来成龙不止一次的邀请发哥拍戏,可最后都因为剧本不合适而被拒绝了。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周润发的敬业精神。 而周润发如今的身价也是相当高了,身价高达56亿,他有这么多的家产,但是却没人继承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周润发是没有孩子的,所以周润发曾经也公开表示过,以后的以后,他的全部家产56亿都会全部捐出。 而周润发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是个相当低调的人,他的身价如此之高,家中有6辆劳斯莱斯,但是他在生活中却非常低调,从来不炫富,甚至出门还会选择地铁公交车一类的交通工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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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